美女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泳池里 她的身体竟然比泳池还大 人站在她面前 就跟小布蒂尔一样 随后急忙起身来到厕所 喝了口水后 把手伸进喉咙里 对着马桶哇哇就是一顿狂吐 没过多久 她就变成了迷你小人 还跟老鼠打了场拳击赛 原来她只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 身体就会变小 吐得越多 身体越小 这天她变成迷你小人后 一阵狂奔 从墙根下的洞里钻了进去 来到关押超人的监狱里 美女刚打开小门 瞬间从里面喷出一股火焰 半天后才慢慢熄灭 随后把餐盘放了进去 可下一秒 小美就从盘子底下爬了出来 抬头望去 墙上到处都是拳印 她来到边缘 刚要跳下去 就下了个半死 她转身就跑 不料被扣到杯子里 随后就被倒在沙发上 开始小帅还以为这是幻觉 可经过一系列测试后 才承认这是真的 原来小帅的超能力太强了 被博士抓来当小白鼠 被折磨得出现了精神分裂 哥哥为了救出小帅 这才请小美过来探探路 不料她自言自语的行为 被外面的监视者发现了 警报响起 瞬间小帅被垫得浑身冒烟 哭斥一下摔到了地上 紧接着门被打开 进来一个保安 小帅刚要起身 不料保安按下神秘装置 下一秒 她就浑身抽搐 又晕死过去 小美见状 一个助跑高高跃起 跳到保安肩膀上 然后顺着头盔往上爬 从耳朵里钻了进去 保安瞳孔放大 随后哭斥一下摔到地上 没了动静 小美刚从另一边钻出来 就进来大批保安 这下要凉凉了 等博士赶到时 保安全躺在了地上 原来小帅利用超能力 从这里逃了出去 可回到家后 她又精神分裂了 一拳捶坏桌子 刚要动手 就被冰箱撞到墙上 原来是小黑出的手 虽然众人拼命劝说 可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双方就打了起来 黑妹双手一挥 把小帅推了出去 小美见状 急忙吃了口面条 随后从窗户里钻了出来 一把将小帅按到地上 此时她一丝补挂 变成了巨人 小帅也被制服了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不过想要变小 还得把面条吐出来才可以 男人张开大嘴 把烙狗塞了进去 连嚼都不嚼一下 一根根的不断往里塞 眨眼间 小山般的烙狗就吃完了 随后来到厕所 扎了个马布后 就一卸千里 没想到拉出来的竟然是美刀 只见她脸一阵抽搐 屁股抖了抖 又掉下一堆硬币 她非常高兴 拿着钱去结账了 可刚出来 走路不看红灯 下一秒 就被汽车撞飞出去 哭吃一下摔到地上 女人见状 急忙从车里跑了下来 她刚要叫救护车 男人突然坐了起来 顿时吓了一跳 她不敢置信的看着大壮 一扭头 发现男人的脚折了 急忙跑回车里 拿起电话想报警 可抬头一看 彻底傻了眼 男人竟然不翼而飞 只见她一拳一拐的来到巷子里 随后耳朵冒出一股金光 打开一扇门 里面还有几个小人 小人扔出一团毛线 顺着梯子一步步跳了下去 来到脚踝处 按了下旁边的屋子 又打开一扇门 里面有很多电线 然后展开了维修 原来大壮是外星人的飞船 里面有很多小人操控 他们星球的水资源枯竭 于是在太空中寻找水源 而吸水器一不小心 撞碎玻璃落到一个鱼缸中 下一秒 鱼缸里的水就被吸了个金光 飞船来到地球寻找吸水器 不料大头朝下 栽到了自由女神像旁边 不过有外星科技加持 这才没事 只见她伸出双手 一道绿色电弧闪过 身上的尘土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不过出来乍到的她 根本不会走路 还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兴趣 只见老奶奶朝她微笑 大壮仔细的看了起来 嘴唇不自觉的抽搐 随后张开了血盆大口 吓得美女转身就跑 突然看到一对情侣在接吻 她好奇的凑了上去 搞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也伸出舌头 跟着穴了起来 不过还是被之前撞到的女人找到 为了更好的了解人类 决定去女人家做客 可喝水时 撒得到处都是 肚子里的小人可就遭了殃 让她打个鸡蛋 直接暴力捏碎 壳也不去 用力搅拌起来 效果那是相当不错 随后接过番茄酱 一仰头 咕咚咕咚喝了个金光 女人顿时傻了眼 突然一只猫咪跑了过来 围着她转个不停 女人经过分析得知 这种动物非常危险 于是她搅一台 把猫咪踢飞出去 突然她看到一张照片 发现男孩手里正拿着吸水球 于是急忙转身告辞 去学校找小帅 可她没想到的是 吸水球被校壩抢走了 这个男人可不一般 竟然能拉出美元 然后一用力 又掉出一堆硬币 随后来到学校 可孩子们觉得她不像老师 于是大壮双手齐飞 在黑板上奋笔击书 眨眼间 就把宇宙第一定律写了上去 男孩想削铅笔 大壮一转身 把铅笔插到鼻孔里 瞬间就削好了 下课后 把小帅叫了出去 他说吸水球被校壩抢走了 随后去小卖部找人 正在这时 两个劫匪闯了进来 大壮一把钻住拳头 轻轻一拽 就把300斤的胖子甩飞出去 然后伸出细嫩的小手 轻轻一捏 枪管就被捏扁了 吓得劫匪转身就跑 大壮跟小帅回到家里 一起玩起了游戏 只看大壮的手速 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恰好今天是小美的生日 晚上三人一起来到游乐场庆祝 可坐旋转木马时 飞船里的机器人就倒了煤 进行大胃王比赛时 大壮更是一口一个热狗 连嚼都不嚼 吃的那叫一个香 可吃的太多 飞船里都装不下了 于是急忙跑到厕所 来了个一泻千里 这可把旁边便秘的大爷气坏了 可刚出来 就看到笑霸在欺负小帅 幸好被大壮及时阻止 然后给他来了个倒立 随后成功拿回吸水球 回到游乐场后 大壮扔了个棒球 没想到力气太大 棒球又飞了回来 正好射中他的太阳穴 随后大壮就晕了过去 原来飞船能量不足 各种传感器都坏了 不过在启泊器的救助下 终于恢复了一些能量 大壮又坐了起来 小美非常兴奋 经过几天的相处 大壮感受到了地球人的温暖和友善 还和小美跳起了舞 飞船内的小人们 也开启了狂欢模式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警察早就找到了 飞船坠落的位置 并且利用高科技 还原了大壮的龙帽 然后开始全程搜捕 正当大壮跳舞时 被警察逮了个正着 因为人太多 他并没有反抗 就被带到了警察局 正当审讯他时 副船长带着手下 劫持了船长 认为他太软弱无能 于是给他带上了枷锁 关了起来 随后副船长上位 只见他伸出手指 从里面钻出一个大炮 男人举起无名指 从里面钻出一门大炮 随后轰的一声 两米厚的墙被干了个洞 紧接着大壮从洞里走了出来 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火拼 可子弹打到大壮身上 根本一点事都没有 突然一个小人 从耳朵里爬了出来 哭吃一下跳了下去 正好落到可乐杯子里 然后大壮手一抬 钢化玻璃被干得粉碎 他霸气的走了出来 可外面的FBI越来越多 大壮也不废话 小手一指 汽车就发生了爆炸 另一边 美女打晕护卫 插上钥匙后 救出了船长 没想到刚逃出去 就被团团围住 只能举手投降 副船长看到这一幕 按下按钮 两人就从鼻子里喷了出来 他们刚站起来 就看到一个几米大的篮球 滚了过来 吓得两人急忙逃到墙角 不料下一秒 就被狗狗尿了一身 他们急忙躲避 又被吹风机吹飞出去 女人几个翻滚后落到地上 可脚却被口香糖粘住了 怎么都弄不下来 突然一个出租车驶来 两人赶紧趴下 幸好车胎花纹足够大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回到飞船上 他们抓住塑料袋 利用下水道的热气 随风飘了起来 不料公交车驶来 正好撞到挡风玻璃上 他们只能死死抓住雨刷 这时看到了飞船 凭借巨大的惯性 他们松开手 一个腐虫落到了皮鞋上 随后从裤腿里钻了进去 只见大壮伸出手 拽住一辆出租车后 来到了海边 手里还拿着吸水球 只见他捏碎外面的伪装后 用力一挥 刚想扔出去 却被右手攥住 原来船长获得了部分控制权 怎么都扔不出去 只见大壮一个后空帆趴到地上 球也滚了出去 随后掉入大海里 顿时海面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如果不及时召回吸水球 那么整个海域都会被吸干 而这时船长又获得了控制权 只见他小手一伸 冒出一股绿光 随后吸水球就飞了出来 被他一把抓住 下一秒 他就因能量不足 跪到了地上 这时大批FBI赶到 可大壮早就没了动静 小帅健壮 拔出电棍 朝大壮捅了过去 一阵电流过后 飞船又获得了能量 下一秒 他张开大嘴 船长从里面走了出来 向小美做最后的道别 随后脚底喷出一道金光 他就腾空而起 慢慢飞到空中 这时一道大王把他罩了起来 危机时刻 大脚慢慢脱离 没想到这也是个飞行器 变成宇宙飞船后 带着小人离开了地球 而大壮板宇宙飞船 则流了下来 一辆汽车快速驶来 女人非常害怕 手一伸 汽车就冻成了冰雕 她也是一脸的梦圈 每走一步 地面就结出厚厚的冰 还被路过的摩托车吓了一跳 随后手掌快速结冰 呼呼地冒着热气 她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好心情后 冰霜这才不再蔓延 FBI根据地上的寒冰 很快追了上来 吓得小美到处躲藏 见没了退路 她眼睛一瞪 顿时出现无数雪花 他们快速聚集到一起 不停地旋转 眨眼间 就出现一个寒冰怪兽 她张开大嘴 吐出一口气 将两人吹翻在地 然后张开大嘴一声咆哮 吓得两人急忙逃跑 可雪人不想放过他们 在后面紧追不舍 然而每两人跑得快 就连电线都阻挡不了她 可看到这么多人害怕 她不想伤机无辜 向森林走去 猎人见状 举起弩剑就射 雪人非常生气 一步步走了过来 二翠抬起手臂 射出一道金光 把雪人打了个猎气 她一声大吼 身上冒出无数尖刺 手轻轻一挥 将几人干翻在地 女人想背后偷袭 也被按到地上 危机时刻 镇长走了出来 她手一挥 变成蓝光不见了 雪人上前一步 抬起大脚 向女人踩去 可下一秒 她就变成无数粉末 原来是镇长出的手 另一边 小美双手一握 顿时出现一座寒冰城堡 绝望 小美双手 绝望 再来 扰 扰 扰